老照片,四十年代上海老城乡,古典园林玉园 玉园园是明代的一座私人园林,已有四百余年历史 位于上海老城乡的东北部,北靠福右路,东陵安人街,西南与上海老城皇庙毗林 原主人四川不正史潘云端从1559年明家近几位年起,在潘家住宅市春塘西面的几期菜仙上建造园林 经过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建成了玉园 当时的潘家在上海为望族,潘是父子都曾居民朝高位 1553年长达九里的上海城墙建成,东南沿海的窝幻逐渐平息 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开始繁荣,是大夫们纷纷建造园林,移情养性,贤歌风月 潘复年迈告老还乡后,潘云端为了让父亲安详晚年,建造了玉园 玉有平安,安泰之意,取名玉园 玉园当时占地七十余亩,由明代造原名家张南洋设计,并亲自参与施工 古人称赞玉园其秀甲于东南,东南明远馆,潘云端晚年家道中路 1601年,明万历,29年潘云端去世,潘是家庭日需衰微 无力承担原理修缮和管理所需的巨大开支 明朝末年,玉园为张照林所得 其后至1760年清干农25年,为不使这一名圣燕墨 当地的一些富商是申据款购下玉园,并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重建楼台,增筑山石,因当时城隍庙东已有东源 集金内园,玉园的烧片期,最改名为西园 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在上海发动起义 玉园被严重破坏 1860年清咸丰十年,太平军进军上海 满清政府勾结英法侵略军 把城隍庙和玉园作为驻扎外兵场所 在园中掘尸填使,造起西式兵房 园景面目全非 清光绪初年1875年后 整个园林被上海豆米叶、糖叶、布叶等 二十余个工商行业所划分,建为工所 玉园各处可见许多砖雕、石雕、泥塑、木刻、神仙土、八仙过海 广寒宫、郭子怡上收土、梅七赫子、上京赶考 连仲三元等有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 王志登、董奇昌、王世珍、莫世龙等 就曾在玉园副诗提词作画 玉园县珍藏书画、家具、陶瓷等文部及千件 1946年10月26日 胡欣廷举行李平书同像落成典礼 以上海文化艺术制 李平书像高三米 他银须一流 身穿长跑马挂 右手直书 左手垂于绣筒内 助力于八角形机座上 丰度如雅 蒋介石曾为同像提赠 惠普深江的匾额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珍 参加了李平书公同像落成典礼 李平书1854到1927年 出生于医学世家 光绪年间 先后属广东临峰 新宁 穗西之县 湖北武备学堂总基查 提调 光绪29年转任江南制造局提调 兼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轮船招商局董事 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创立医学会 创设中西女子医学堂 南市上海医院 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等 1946年到1959年 李平书同像 一直树立的育员前面的荷花池 正对胡新亭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 一庙区文化局为整理园林 讨论千一同像至蓬莱公园 6月23日 上海市文化局批示同意 同像遂被牵制蓬莱公园 离开了御园前面胡新亭 那个标志性位置 40年代上海御园 摄影资料 对保 同像与简单的有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